印尼迅塌海峡周边地区海啸的死亡人数 进一步攀升到了281人 近千人受伤 还有28人生死未卜 由于很多受影响的地区灾情还没通报 因此当局坦言 死伤人数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尽管灾区目前正在努力善后 不过由于火山还在持续喷发 因此当局不排除 可能还会有另一波海啸 从高空俯瞰 印尼海啸灾区满目疮痍 不仅岸边满是泥泞 更有许多房子损毁 这里是苏门达腊南部的南榜省 也是继爪哇岛西部之外 另一个遭到海啸袭击的灾区之一 轿车堆叠在残骸瓦砾堆下 冲进住家 这样的情景在爪哇的万丹省随处可见 不难想象海啸的威力有多么强大 随着媒体记者挺进 灾区的惨况陆续曝光 街上满是被海啸摧毁的树枝和杂物 一旁的房子大多数也都难以幸免 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 由于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就怕灾区爆发疫情 当局赶紧将遗体装入时代 除了处理死者遗体 伊尼总统左科威也在今天亲自前往灾区视察 他昨天除了向罹难者致哀之外 也表明每个小时听取官员汇报跟进灾情 虽然专家说这次海啸确实难以预测 不过左科威还是下令彻底检查并更新海啸警报设备 由于相信是引发这波海啸的卡拉卡托之子火山 还在持续喷发 因此专家不排除还会有第二波海啸的可能性 周边沿岸地区已经有数百人撤离到高处避难 由于临近圣诞 这波天灾不禁让人想起2004年12月26号 发生了南亚大地震海啸 当年亚齐省发生地震 海啸扩散到印度洋周边多个国家 夺走超过22万条人命 NTV7综合报道